大家好啊 这个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公子啊 我的一个大哥 对文革是 恨得牙痒痒啊 实在是他们家的经历太惨痛了 包括他们周围人 大家听听啊 这个我父亲呢 其实也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但是他对生命呢 纯有内心的深处的感谢吧 感恩 他始终认为他还活着嘛 因为他弥留之际还是念到这句话 因为他跟我讲过很多过往 包括唐山他没有跟我讲过 三简七口 因为他可能看到了什么 他只是说啊 我还活着 很多过去的赞友 这个冲锋号一吹都起不来 冲锋号一吹 旁边的人都倒下 还有他活着 文革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被弄死 他还活着 他说他是个幸运的人 对于这些苦难的历史 他很少跟我讲 但是他跟我讲了很多革命的故事啊 让我也非常的心潮澎湃啊 对 这位朋友的父亲后来应该 是个副部级干部吧 老八路 类似情况 我有个同学 总政的 解放军总政治部大院的 他父亲抗美援朝 他是湖南长德地区桃园县的 就跟那个北大的文革期间被迫自杀 那位副校长简伯赞 也是历史学家 他们都是桃园县人 然后 他父亲抗美援朝 后来说 回来之后 到总政军乐团吧 解放军军乐团实际上就是总政的 像军乐团呀 像什么这个八一电视制片厂啊 都是总政的 然后他父亲说 我什么都不争 所以到现在他们的他仨儿子都是工人 或者是原来小学教师 后来失业 然后我那小学同学住12平米的小平房 从出生到现在住了50来年 然后当然他父亲 他母亲啊 岁数不大60多岁都去世了 也都去世了 嗯 他父亲瘦瘦的经常抽颗烟啊 在那 他母亲胖胖的 小的时候我们关系很好很好的 常年在一块整天在一块标着 这个 不争 然后他父亲好像是原来是总政的一个修理厂 还是木材厂还是加工厂 反正一个总政的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吧 还被我们另一个同学 被另一个同学的父亲还打过 好像因为什么事打过 后来他们不提 不提为什么 这个两个同学的家长 发生了武力冲突 不提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同学后来是国保 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 还是个正处级干部呢 那个同学 但是他当了国保了 他就不跟我们聚会 同学聚会从来不来 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怕你问啊 或者怎么着的 反正跟我们就 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了 也是多子女家庭吧 他们家五六个孩子 儿子比较多 我为什么对这个姑娘呀 深入骨髓的这个仇恨 姑带有秀章的仇恨 我四岁的时候 给我父亲在牛棚里头送过饭 牛棚 什么叫牛棚呢 是一个洗澡堂的 把这些反革命的黑司令都捐进去啊 黑司令 还不管饭 不管饭 我给他送过饭的 手提的饭盒子 在进门的时候 就是那个姑 什么这个丝那个丝的啊 拿了手里头那个棋杆子 在我给我父亲送的面条子里头 搅和那个杆啊 这个印象一直伴随了我今天 画面感极强 有遭一日 如果说是在法制的条件下 这些姑们一定要被把他们吊在这个电线杆子上 怎么弄他们怎么弄死他们 他父亲被关牛棚 牛棚就是一个 澡堂子 然后当时造反派就是他们那个农肯部各司局的人 各个司各个局的人 平常可能见了人家点头哈腰的啊 这是部长副部长客客气气的 然后给人家关押之后造反成功之后 这个我这个大哥当年只有四岁 给他爹送饭去 然后可能就是一碗面条吧 一个饭盒 还拿一个棋杆 棋杆的杆在里边搅和 多可恨啊 对吧 那棋杆那杆肯定是平常放地下 多脏啊 他关键是一种精神上的人格上的羞辱你 就是赤裸裸的欺负 中国人之间就是欺负 就是你强我弱 他就欺负你 他有点权力就欺负你 我前些年到那个税务局 那个那小小女孩 那个税务局那小女孩跟我犯阁 我当场就翻车了 我在那个税务局 在那个税务局交税19年 我看见的啊 可能也有别人 但是我看见的就我一个人反抗了 把他们给骂了 全老实了 这种公务员啊 他就觉得他高人一等 他觉得他就是高级奴才 这个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边根深蒂固 有的中国人啊 有的中国人啊 不是所有的 有的中国人活一辈子 就是在这个奴隶 比如说五级奴隶 六级奴隶 七级奴隶 一二三级奴隶 在奴隶的这个 他也是跪着 台阶上跪着 然后他往上多跪一个格 他能够欺负原来跟他同级的 或者他欺负不如他的 跪在他下边几个格的奴隶 他活一辈子 就为了这点 能从单位多捞点钱 能有更多的人 能有更多的人 见了他的面点头哈腰 他觉得这辈子就值了 或者多玩几个大姑娘小媳妇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活一辈子 中国的历史 永远在周而复始 几千年 几百年都没进步 就叫改朝换代 就像一个眼睛上蒙一块黑布的毛驴 围着一个磨盘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一圈一圈的拉磨 就叫改朝换代 两千年前有多么的王八蛋 八百年前 照样这么王八蛋 然后我们有别的朋友说话了 有别的朋友说什么呢 说您提到文革的事情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事就是我陪着我爹 批斗会挨斗 那会还要陪斗 你的部下 你的朋友 你的子女 你的老婆陪着 羞辱你全家 红卫兵看我不大高兴 说要我跟父亲划清界限 我问怎么划呀 红卫兵说你得上台喊口号 我问喊什么 红卫兵说你就喊打倒我爸 我上去还真喊了 我喊打倒我爸 没想到台下的革命群众跟着一块喊 打倒我爸 喊声震耳欲聋啊 然后又有一个朋友说话了 都是我们的朋友啊 说我们家老头就是他爹 他老爹 我们家老头从五七干校回来 五七干校就是毛泽东5月7号发了那么一个讲话 最高指示就就把北京各部委的 这很多干部都给轰到农村去了 边远地区 相当于变相的流放 变相的劳改 说啊 我们家老头从五七干校回来整个人就彻底变了两年的时间 就人就给整垮了就给整捏了整傻了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了 我们的一个姐们就说了 邪恶的年代 扭曲的人性令人发指 然后还有朋友说了 那个今天依然躺在那的人 那个今天依然躺在那的人应该被鞭尸 然后又有一个朋友啊 在美国的朋友啊 原来也是我们北京人啊 这个我们一块很熟 在一块吃饭啊都聊天的 他说这是一个艺术家 原来是个艺术家 他说希望更多的人觉醒 有耻才有勇 先得感觉到羞耻 为我们个人 为我们的民族走的弯路 做的错事 包括犯的罪行 先得忏悔 然后才能够重新出发奋进 他说有耻才有勇 应该叫知耻而后勇 对吧 然后又有人说了 说历史有时候开倒车 不但不可能倒回原形 因为时光倒流不了 不可能完全再倒回去 他总是曲折着 倒一下进一下 走两步退一步 任何人想把中国再拖回原来那个荒唐年代 操弹年代 可恶的年代的人 很大概率还是徒劳 因为国际国内大形势 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今天的中国人虽然还有很多义和团 还有很多韭菜被洗脑彻底的人 但是毕竟是吧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 信息的交流 然后有一个朋友 又是我们的朋友 在日本的北京人 在日本的老北京说了 说当年的红卫兵 如果今日仍无反思的话 再回文革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的 其实应该反思的 不光是红卫兵 还有那些操纵红卫兵的人 有些红卫兵的下场 也非常的可怜 虽然他们做了很多恶 有些是恶 有些是被裹挟的 有些是跟着哄的 北京话叫塔哄 塔哄 有些是跟着哄的 他也不敢离开这个人群 从众没干坏事 有些确实打人杀人 抢东西 抄家 所以重回文革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再来一次文革的话 中华民族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读到这我心情都很悲哀 很悲伤很悲凉 然后我们这位美国的艺术家朋友说了 说当年希特勒也没有挡住历史 躺币当车 对不对 希望这也是短暂的现象 希望我们这个民族 尽快走上正道 别再重复历史悲剧 我们接着听 说起文革呀 真是庆祝难输 忍不住的 还要说两句 我三岁的时候就记事 为什么这么小就记事呢 因为摆在你面前的 就是按照条件反射的这个社会学 心理学的理论 给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举一个例子 一帮人被驱赶到一个叫礼堂的地方 我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啊 一个大汽油桶点着炭火 烧烧的焙红啊 里头就是烧的那铁筷子啊 一裸体女人被吊着 我看到了 因为你不去不行 必须得去 这个被吊的这个女人 是我们的一个邻居阿姨 造反派红卫兵 法西斯匪徒 把一个阿姨 一个成年女性 赤身裸体吊在礼堂里 而且周围还有本单位 这个本社区的很多的人 还必须得去 所有的姑们 有公宣队的 有私的 有这个红卫兵的 拿着鱼鹿本子 隶属他的反革命罪行 最后有一个男人 拿着烧红的火筷子 从这个女人的阴道捅进去 造成了职场和阴道的贯通 咱们这里头有医生 就知道这个管枪的贯通 是修复不了的 尤其是那个年代 这一幕是离我多远看到的呢 是离我不到三米 我应该记忆当中 这个阿姨活了个好岁数 一直我们是邻居嘛 后来搬家也经常来往 终身残疾 我封年过节 我都要给阿姨呢 因为岁数大了 随着年龄增长 也懂事 给阿姨照顾一下 或者是什么 红卫兵造反派 烧红的火筷子吧 把一个女性就给残害了 这之前我们这大哥说过 后来他一辈子就是大小便什么的 就都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痛苦 是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在三四岁的时候也经见过 我可能在群里头也说过 我一个发小叫虎蛋啊 他爸爸被踏上一万只脚 这个批斗的时候 要让他们全家人上去 划清界限 他母亲开始动的手 把他父亲的那嘴巴子打得哗哗的 他的姐姐 包括虎蛋本身 也上去圈打脚踢啊 这是一种被裹挟的行为 也是无奈 成年以后 我跟虎蛋聊过这个事情 他一直在咬手啊 不说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 他的内心的一个 不可愈合的一个伤头 要不就后来有一个文学 叫伤痕文学潮嘛 老婆打丈夫 这个儿女打爹 当着无数的人的面 公开场合 要跟他划清界限 上次大哥跟我聊的这个版本呢 是提前 头一天晚上家里商量的 家里商量的就是说 第二天咱们等于是演一出戏 但是一定要演的真 就是说因为他爸爸已经被批斗 已经是被整垮了 政治上已经被整垮了 所以呢 为了保全家 因为你不划清界限 最后你连你老婆连孩子一块倒霉 所以他们是上去 打他的爹 打他的丈夫 是商量好的 但是一定要表现的很真 你要打的不狠 那就露馅了 那全家更倒霉 所以实际上是苦肉计 这个也是没办法 就类似情况很多 类似情况非常的多 一句话 文革把它定位为 浩劫 是不准确的 不够 按照现代法里的 研判 它属于反人类的 犯罪 是一个团伙在犯罪 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就像布尔布特一样 文革这大哥说了 有组织犯罪 团伙犯罪 应该追究他们反人类的罪责 相当于审判布尔布特 红色高棉也叫赤检 赤色柬埔寨就是红色高棉 布尔布特乔森潘 宋城 英萨利 我要表达的 为什么沉痛的说这段历史 他的记忆很深刻 同时还要传达一个 我的愿望吧 历史不要再重演了 逃离索比坡 是幸存下来的人 说愿历史不要再重演了 因为这是反人类的刑事犯罪 这是战争罪 这个段子呢 实际上往前里头说呀 它就是一个法学的一个小故事 或者是民间的一个小故事 老师你说呢 它是法学哲学的一个说法吧 这个段子 对吧 其实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呀 这种事情呢 不会存在 但是它传达了一个法学的思想 法理 法理是什么 就是基于天理 就是自然法原则 在导入人定法 那么这个 你看这个一说这么小事 就说大了 这就不合适啊 就是说 女性啊 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啊 自这个父亲世主以前 这个一直处于这个比较强势 那么父亲世主以后啊 实际上就是个父权社会 就是男权社会 女性从生理上 心理上 以及智力发育上 普遍呢 在这个受到压制 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发展 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少 因此呢 社会就基于自然法原则呢 对他们要实施特殊的保护 比如说人生伤害 比如说资源保护 所以说才有了这样的一些 这怎么有狗叫呢 哪啊这是 那么基于自然法原则呢 导入的这个人定法 也就是成文法也好 判例法也好 对女性的保护 实行了最大的司法救济 比如说强奸这件事情 只限于被加害对象是女性 对吧 男性对女性的一种伤害 那么女性 对男人实行那种性的 这个强迫 被同意暴力啊 这个不叫强奸 最严重也就是猥亵 或者是强制猥亵 就说白了 就是玩玩耍流氓啊 这个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处罚 况且一般来说啊 这个男的 懂点事的也不会报警 这个人们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伤害是很小的啊 这个他不会 也不会造成什么怀孕啊 流产啊等等等等 一些次生的东西 对于男人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对女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保护 所以在地铁里头 见很多这个女生啊 小女孩子啊 小姐姐们穿得很薄 对吧 可远观耳不可以毒完烟 对吧 哎 他可以骚 你不可以聊 这个就是一个 实验就是一个常识吧 生活当中要注意这些东西 这个有时候见那个 老在用用和宫那个地方 老出这种问题 互相打斗 说他闹我 怎么着了 那就是说 谁摸谁了 挺讨厌 反正对女性的保护 我觉得就是一个对 对女性和儿童的保护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德性 对女性和儿童的尊敬 也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品质吧 这个 因为家庭这个乱伦这件事情啊 他着矣 出现的非常多 一开始呢 是在这个 三北这个地方 因为他这个 交通不发达 这个人员流动很少 这个互相之间 就是猫和狗之间 都可以互相做这个事啊 尤其是延安 紫长 弥指 这个隋德 这个不是有一句话 也是一个表扬啊 这个弥指的婆姨 隋德的汉 对吧 在这一块呢 他这个比相对比较封闭 像这个公公烧媳妇 就公公和媳妇之间 或者是女婿跟这个丈母娘之间 这个小姨子和这个姐夫呀 或者是 这个亲家母之间 互相 这个关系 我也不知道怎么摆啊 就是 哎 这种 就是两性 就说白了啊 直接说就 不道口 就直接交迫 这件事情啊 就很直接了当 就是用我们的话讲 就生贴 对吧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在这个 我们这个北面的 这个 张家口啊 张北啊 这些兔子都不拉屎的 这个贫困的地区啊 过去叫 这个革命老区嘛 也发生这种事情 也非常多 这个前多少年 也有这种案例啊 这个 非常多 更讨厌 更恶劣的是 血亲之间 还有这种事情 对吧 这种事情呢 实际上不见怪 但是我听这个口音呢 怎么 这个事情就 传到南方去了啊 这个 不应该 但是坏的东西 它总是这样的 这个 不断的蔓延 蚕食着 说 坏的东西 它就是一点一点 它就都学坏了 就是 豆腐掉在灰堆里 踢都踢不起 打也打不得 就这么一窝子人 钱多少 好了 听他聊了半天了 听我们这大哥 这个 刚才聊的 我都挺伤感的了 他又扯到什么 这个 血亲乱伦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是学法律的 然后也有医学背景 现在 人伦也败坏嘛 他说很多穷的地方 陕北啊 张家口啊 什么的 实在是流动人口少 很多的那个 试灵的 昏配的难度挺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吧 这人吧 他说现在好像类似情况 也蔓延到南方 其实这个和贫困 有一定关系 没有绝对关系 怕也就不有一位 一人 台湾 词